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 4月12日,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主席爱福希尔,中央委员李奥克 希尔同志和奥克同志是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4月1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由团长马利克·本纳比和副团长本科比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总理同阿尔及利亚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4月13日,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天三和他的随行人员 周总理同松村天三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4月13日,首都各界一千多人举行集会 支持南非人民反对法西斯迫害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毛顿 南非妇女代表团团长马格达林李夏夫人 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马利克·本纳比 桑吉巴尔朋友米姆·阿里先后讲话 表示抗议南非殖民当局 疯狂地迫害南非爱国进步人士 非法审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法西斯罪行 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 我国机械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 克服了技术资料缺乏的难关 用自己的力量制造出了过去主要依靠国外进口的 成套大型炼油设备 上海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等工厂 上海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等工厂 从1963年开始大批生产成套炼油设备以来 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做出了不少贡献 从1961年开始生产石油槽车的大联机车车辆厂 三年多来产量稳步的高速度增长 这种油槽车的质量非常优良 可以装油50吨有很好的保温设备 这个厂生产的许多石油槽车 已在全国各个石油基地使用 进一步的增强了石油的运输能力 陕西省米之县高溪沟生产大队 从工设化以来 连续六年坚持新修水平提田 控制水土流失 改变了山区面貌 赢得了粮食连年文产高产 目前 一个斜高溪沟 赶高溪沟的群众运动 已在榆林专区形成了热潮 各地公社和生产队 纷纷派人来到高溪沟 学习改造山区的经验 在笔血赶帮运动的鼓舞下 高溪沟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决心要更上一层楼 搞好冲耕生产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共中央副主席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等领导人 参加了联欢会 联欢会上演出了精彩节目 联欢会进行中 周总理等走上舞台 同文艺战士们同声高唱 社员都是向阳花等革命歌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访问了新疆克拉玛伊犹田 看到了令人鼓舞的好光景 克拉玛伊犹田 是我国在1958年正式开发的新油田 由于这里的各族石油工人 发扬了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使油田的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 几年来 原油产量增加了十几倍 现在 克拉玛伊所生产的各种石油产品 不仅可以满足自治区的需要 而且还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 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